看了这个名单,我主要关注三个方面,热门人选包括29岁的杨子,33岁的Angela Baby,32岁的谭松韵,30岁的古丽娜渣,31岁的李沁,31岁的吴景言,19岁的赵金脉,24岁的关小彤等人,海报中的女明星,携带表作强势亮相。 从我们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讲,这些所谓的人选都是官方公布的,那么,官方选拔这些人选的原因是什么,条件是什么?这么多的人选,似乎有时候感觉非常的厉害,其实,他们真正的热门吗? 精英奖的人选和精英奖的评比,能不能够参照世界足球先生那样的评选方式呢? 有时候热门的人选,说实在话,有些人选自己其实真的不是很满意的,作为精英女神,作为精英奖的获奖人,我想除了艺术的专注度上,还有社会的影响力上,以及其他的收视率等等,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,作为这些热门人选,当然也会存在让观众不满意的情况,也会呈现让普通老百姓不满意的情况。 你平出来,很快爆出问题,人设倒了,甚至全网疯了,怎么办呢?回看历届的精英女神,包括刘亦菲,李小璐,王洛丹,刘诗诗,唐烟,迪丽热巴,宋茜等人,他们在两年一度的精英奖典礼上都身穿精英礼服,似乎成为了最强劲的那一抹色彩。 有时候,我们看出历届的精英女神,虽然已经平出来了,而且两年平一次,但是,她们成了精英女神,难道就实至名归吗?看着外表亮丽,真的就达到了那样的艺术高度吗?那些没有平上的,是不是就真的比她们差?是要论姿排备,还是两年定一次,反正人人都会轮上呢? 当然,最后关键的是,看到今年的候选名单,谁是你心目中演技最佳的精英女神呢? 感谢观看